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看到很多的电影还出现他 未来他听说还要演舞台剧 他是吕杰 吕杰再次来到我们现场 吕杰曾经在2022年年底的时候 有一项创举 就是南北大纵轴 看那个数字 我来偷偷瞄一下 486公里 有长达20天的时间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 我们今天邀请吕杰来 跟我们好好的聊 阿迪啊 各位观众大家好 在下不踩小的我吕杰 486公里 你知道大纵轴 宛如是一个未知的地图 不知道未来的命运会如何 但是感觉也充满了 怎么像美国会同龄眼 感觉也充满了 无限的一个可能性 你是在2022年的12月22号 那一天突然间决定了吗 没有是应该这么说 2022年 我们先讲讲这个序執 是 就是2020年的 我大概印象中就是农历年过后 就疫情大爆发 对 然后就很快就三年 那时候我们都还在三年 对对对对 Astronomo 那时候都还在老东家那边 然后你 你会突然发现 这三年好像发生很多事情 但是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然后2022年的那一年我的生日 我那天我11月24号生日 我早上睡醒 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 要不然以前生日都要喝嘛 对对 就把自己干醉这样子 然后那天我睡醒 我超级清醒 而且很早就起床了 然后我就 我家有个小阳台 那我就在小阳台那边 OK我就在那边抽烟 抽烟有爱身体健康 不是一个好行为 然后在那边抽烟 然后你会突然 因为生日嘛 突然想我开始回顾 OK我去年干了什么什么的 然后一直走到现在 然后突然发现 好像自从有了小孩之后 OK但我没有很伟大 我觉得就是 好像你做什么事情 做重大决定的时候 自己不是摆在第一位 反而是小孩摆在第一位 当然我知道很多观众会讲 你抽烟也是为了小孩吗 抽烟也是为了小孩吗 OK 它不是重大的事情吗 是 然后就好像要做重大的决定 包括取家搬迁什么的 就是把小孩摆在第一位 然后一转眼那一年我42岁 我突然发现好像 这十年好像没有为自己而活 没有为自己而活 真的真的真的 因为觉得好像所有事情都是 为了家庭为了什么 怎么样有的没有的 OK好 然后三少四壮 你三字头还能称之为少 四字头就是壮了嘛 五字头就中了啊 六字头就老了嘛 对不对 好残酷喔 你看现在新闻那个 我那个用字潜词听的都很不错 半百老玉 有没有 半百啊 半百不就五十就老玉了呢 那时候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做一场告别青春的毕业旅行 因为其实在那一年的大概十月底开始天气入秋之后 其实我常在下午会去帮忙去散步 其实散步是件很舒服的事情 可是散步为什么舒服呢 就是那个时间是属于你自己的 你可以想很多事情 可以沉淀可以怎么样 然后尤其是散步到后来产生乐趣的时候 你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有些地方你每天都路过 但是你永远都错过 可是当你开始散步的时候 原来这边有开一家小餐馆 这里当时有一间廟 这家饮料店的妹妹长得特别可爱哦 然后那时候就开始散步 然后到那一天我睡醒我就觉得 我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件有一天自己老了 可以拿出来说嘴的事情 因为再加上我平常我在散步的关系 我想好 其实一开始想要环岛 环岛 怎么环岛 骑脚踏车吗 走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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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走路 还是走路 我不是讲那时候对散步已经产生了兴趣 因为你的take in怎么会想要走路 没有这散步真的是 你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光景 对 因为你知道散步大概就是以家为中心 方圆5公里的地方 因为你走去5公里走回来5公里那就是10公里 10公里正常来讲大概就是两个半小时到三个小时 所以我想要再走远一点嘛 所以散步是很慢的吗 当然啦 很慢的啊 对啊 再快一点就变快走 那环岛要很久耶 我那时候最早我是想要环岛 如果你是用慢走的方式 我其实Google过两个月 它有分大圈跟小圈 对大概就是两个月 那我后来把这一场就是我的南北大众的时候把它定义为一场中年男子的浪漫主义 对 它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 但是为什么要加一个中年男子 可是我看后来你们过程浪漫吗 每个人走得气喘吁吁 是不会啊 真的吗我看起来有点狼狈 后面是蛮浪漫的 就是狼狈又可怜 因为你走到后来喔 真的有那种就是多巴胺的分泌 然后很快乐 因为我这么讲 哪有啊后来我看你很悲壮啊 每个人跟他这样很可怜啊 我女儿跟我视讯的时候 把冰箱怎么变成烤鸭的颜色了呢 因为为什么我要加一个中年 就是其实中年就是我常去这么形容它就是 想谈恋爱太老想死又太早 回头一看上有老下有小 想要把他放到处理 哇不得了 因为所有的重担都在你身上 所以 为什么本来想环岛后来变成北高而已 那就是一种妥协 家里不可能放任我出去流浪两个月嘛 所以为什么就变成北高 但有人建议我 你可以分段走完啊 我说分20年好不好 你入初代吗 还是新清安最多40年这样子 对然后所以那时候妥协就变成 好那我要走到哪里 OK那我那时候就定在三雕角 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 因为三雕角第一就是 当年1642年荷兰人从那边登 西班牙人从那边登陆 然后觉得这边跟圣地雅哥 Sandyago长得很像 所以他就取名叫Sandyago 然后后来台湾人就把它翻成三雕角 我想就是从高雄走到最北点 后来这告诉我们学地理的重要 因为最北其实是富贵角不是三雕角 三雕角是最东 你可以最近再走一次啊 所以我这样多走了四天 然后我那时候有这个想法之后 我有跟我老婆商量 因为还是要经过老婆的同意嘛 老婆 20天嘛 那时候还不知道是20天 对耶 所以你开始走的时候 你根本不知道会走 不知道走多久 这样子这个很难 但是我们大概有算过 因为那个距离拉得出来嘛 你Google一下大概多远嘛 我跟我老婆讲说 老婆我想要从我们家出发 然后走到三雕角 我老婆跟我说 三雕角 你要不要先走到三多路给我看看 就我在开玩笑 所有人都觉得我在开玩笑 然后后来 因为我自己有的YouTube 我自己的团队这样 然后我那时候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好partner 一个叫小关 一个叫武则 我会跟小关讲 就我们在录影空档 小关 我想要从高雄走到三雕角这样 我以为他会骂我疯了 他说 他说我跟你一起走 真的假啊 真的啊 其实我最早那时候计划 不是跟他们一起走 是我最早是要趁寒假的时候走 因为 我就讲过我对家还没断来嘛 然后我本来想的是 比如说我从我家出发 比如说第一站 我们假设在石谷堂场 然后我就是慢慢走 走到石谷堂场 然后我老婆开车 载小朋友就去那边玩 然后我们可能会合的时候 大概休息个半个小时 好 我下一站 可能就是比如说阿公店水库 是 那你要什么时候出发 没关系你开车快嘛 然后我们第二站 就在阿公店水库会合 OK啊 然后可能 那我们今天可能行程到了 这个公里数够了 那我们可能就去饭店休息 然后隔天我再从这边 然后不知道走到哪里 走到哪里 就变成家里的人陪我一起走 但是又不用跟我一起走 OK 这个蛮好的 又有车 就是有补解 而且又可以见到家人 对 可是幻想是美丽的嘛 现实是残酷的嘛 然后刚好小关又说 要跟我一起走 我想说如果我要走 其实本来就要吃 本来就要住饭店啊 没有增加预算 嗯 好好好 然后过了几天 我们在录影的时候 他说我们其实可以做记录 啊 我们全程开直播啊 那这样就要有摄影啊 是 然后我整个计划就开始膨胀 你知道吗 所以你两个partner 也办点摄影吗 这样很辛苦耶 我 我们先不讨论辛苦那一块 因为现在都在想而已 你知道吗 还没开始走 好那时候我们就跟他 好那什么时候要开始走 那不然就2023年1月1号 元旦开始走 可是如果大家有印象 2023年那一年的 就去年的农历年来的特别早 嗯 我就思考过一个问题 万一我们走到一半 但是我们确定农历年前 没办法完成这个任务 那你要不要放弃 还是我们就在线上连线 然后开Festime 然后吃年夜饭 然后你的头那么大在那边 有没有啊 我们喝一杯 那都走出上粉的感觉 你知道吗 OK那 那时间怎么办 往前退 所以那时候我们本来决定 圣诞节 可是我越想越不对啊 圣诞节 OK 这无关乎宗教 就是一个老外的孙子 好像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所以我最后决定在12月22日 那天是什么日子 那什么日子 冬日 喔 它是一年当中 最黑暗的一天 也就是你走过这一天之后 太阳就会越来越长 日头越来越重 越来越走 越怕越公平 哎呀好有了 选择这一天 真是 真是极具有高度的一地点 好 好夾住你知道吗 好那 就开始计划 OK 就排班表 谁在录影 然后小官是跟我走完全程 就我们两个都用走的 然后如果那天真的没有摄影 有办法来支援 是 就小官自己拿手机 拿那个平衡架 然后这样子 第一天喔 就想死了 是喔第一天应该是身体状况最好的 第一天 而且情绪最高昂最嗨的时候 因为没有经验啊 我们第一天排 那个路程排太远 我们第一天走了41.9公里 走了13个小时 第一天走了40几公里啊 因为没有经验 我们那时候 我们第一天就是 从出发要走到饭店 晚上要休息的饭店 你们是用我讲快走吗 一天41公里耶 真的吗 没有sense嘛 就第一天走41.9 近乎一个全马的距离 因为就要走到饭店 才能休息啊 那时候没有想过就是 啊我们走到哪里 然后车站我们回饭店 明天再重新 没有 一开始的想法就是 每天就走到饭店 然后隔天再从饭店去出发 第一天走了41.9公里 走到怀疑人生 而且最痛苦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比如说我还记得 傍晚四点多的时候 我们走到了高运科大 对面的那个公车顶 在那边休息 暗头风开始靠 然后天色渐渐黑 你越走越绝望 越走越绝望 而且我们的速度 一定是越走越慢 我们就google一下 现在距离饭店还有多久 还有12公里 预计三个小时会到 走走走走 就走了一个小时了 你在google 怎么还有两个半小时 还有12公里 为什么 因为你越走越慢啊 我们走到最后 连登山帐都拿出来了 你知道吗 那时一定要 那天走了13个小时 9点02分到饭店 那个饭店是劫师旅 因为他要sponsor 我们那一天的那个住宿这样子 是 然后走到饭店之后 然后跟线上的网友说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 明天见这样子 我记得我要搭电梯上去 我走在那个电梯门前面 大概两公尺 要按嘛 怎么那么远 怎么那么远 然后那天晚上我就跟他们讲 我们走我们 我们第二天的行程才成两天 太硬了 因为第二天要走三十几公里 才成两天 然后早上 原本我们都预计七点半出发 那一天就是 我们十点再出发好了 所以你们回到饭店 没有那个当场什么按摩或什么 没有 稍微泡澡去舒缓 一天四十几跟一天三十几 那一天我后来才知道 又跟大家说声抱歉 因为饭店我的房间是有浴缸的 但他们都没有 对 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是用 我是坐在地上洗澡的 然后是用爬的爬进浴缸的 哇 然后我们第二天就拆成两天 爬进浴缸为什么 已经 脚已经没力了 都 因为你泡到热水 因为那时候还冬天 天哪 你知道泡到热水澡那里上 你的脚是刺痛的 是 那像尖的尾 那才第二天而已 对对对 可能血管扩张吧 然后第二天呢 打起精神来嘛 OK 第二天走到永康 对第一天从高雄 高雄古山走到仁德 第二天从仁德走到永康 第三天从永康走到善化 然后第四天有个好朋友来陪我们一起走 那个现在统医师职棒球队的首席教练 高志刚 民族英雄 志刚陪我们走 我最讨厌跟运动人一起走 因为他体力好像走很快 我们要追你知道吗 然后那天在新颖 新颖一点 OK我们现在要进入最痛苦的 其实是第五天 俗话说撞墙期 我们终于相信了 因为我们前面 我们刚才讲的那四天 其实有很多粉丝跟我们一起走 沿路就是吃吃喝喝聊聊天 怎样 而且我们那时候找到一个很棒的sponsor 全家 所以我们可以沿路吃全家 真的 然后第五天 我记得是礼拜一 那天要从新颖走到嘉义 文化路 那边有一家饭店叫做兰桂坊 也是sponsor 我们住不用钱这样子 第一那天是礼拜一 所以出发的时候不会有人来 大家都要上班 然后你会特别显得孤单 而且那个时候所有东西都到极限了 你的体能到极限了 你的脚一定起水泡了 然后肌肉一定是酸痛 然后而且所有人都感冒 哇 所有人都感冒 才第五天 第五天 然后那天 我们要走到嘉义 路过一个地方叫水上 我们大概平均走 一个到一个半小时会休息一下 OK我承认我们要抽烟 对直播嘛 我们就抽烟 然后 我们那天在水上 省道旁边的一间民宅民家家的 丁仔坎 台北好像叫齐楼啦 我们中南部叫丁仔坎 丁仔坎 对我们坐在丁仔坎那里睡 然后镜头当然就对着大马路 然后我们抽烟 小关又抽烟 那小关现在戒烟了 然后 然后就抽烟 一般我们会靠后来打迪赛嘛 那天相对无言 我有类千行你知道吗 丑人都沉默 然后我就偷偷把手机拿出来 我就Google一下 现在位置距离山雕角 我怎么还有339公里 这是惊的 我不是惊五天了吗 对 怎么还有339公里 那不是走四级三级 那照照理应该 然后你知道 你就看到那个 省道上那大车这样呼啸而过 你知道吗 然后我戳着就想 我现在是不是冲出去就结束了 对 当下回家吧 没有没有 我家聋你知道吗 然后那天就硬撑撑到了嘉义 而且距离饭店大概剩3公里 应该是很亢奋嘛 快到饭店 没有 那个时候最烦躁 最烦躁 你们过程里头都没有那一种 全以致机 总是那种极限非常不舒服 比如说 那我就小骑一下脚踏车 没有没有不可能 都不可能 就是全部靠两只脚 我们有跟粉丝嗆名 我们就是用走的 你知道最后那3公里 整个人是烦躁 甚至那种 大家说 够要抓狂你知道吗 够要抓狂 然后那是我第一次跟小关道歉 我说小关 不好意思啊 我不知道要这么坑 我不知道要这么坑 你知道吗 可是 他说你可以返回 可是 即刻随时喊卡 没有 这个我等一下下一趴再讲 我觉得这真的很令人感动 然后第5天 我可以终于撑到了南桂榜那家饭店 哇 有过辛苦的 当然我们第一 我记得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晚上 小关 因为小关是做那个运动科学的 所以他有一个物理治疗师 叫银人哥 他每天晚上会来帮我们按摩 然后甚至他 会帮我们戳破水泡 对 然后帮你上高药 上什么抗生素 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对 但是事情我们知道走到第6天了 第6天就从嘉宜出发要走到云林 你的故乡 要走到斗南 那天真的撑过撞翔起之后 感觉完全不一样 那天我们要出发的时候 有中途就有一群粉丝加入 而且那群粉丝大概都是 我的年纪甚至比我大一点的年纪 而且一群人喔 六七个喔 然后那边走边聊嘛 然后最有趣的是我们沿途都会 因为我们全程直播 大家会知道我们在哪里 沿途都会有粉丝送饮料 送吃的来 你知道第一天你很开心你知道 我们还是有人气的你知道吗 对对 然后 到第二天我们开直播都会 不要送饮料 因为我们是用走的 你感不怕 太重了 你感来 我没给你收 切到你的饮 你给你收 我喝不完 喝不完 喝不完倒掉 再喝多 OK 所以如果很喜欢我们 你就过来跟我们拍张照 喊一句加油就好了这样子 有送吃的什么 还有一个送两箱酥泡 两箱 当场每一个喝五六关喝完嘛 那我们会发给粉丝啦 会发给粉丝 OK好 然后第六天 突然感觉到走路的乐趣 然后到第七天是从斗南走到 和美 彰化和美 其实那一天我真的很兴奋喔 就那一天状况非常的好 就是早上起床 你觉得像脚伸手 你知道吗 不是喔 对就是你身体已经适应那个状况 跟节奏 嗯 就是古早人说过一句话嘛 过筛丽玖 不过乎乎 我这身脚打过筛丽玖 撩过乎乎乎 然后进入到那个彰化的 那天走到皮头 我们还要去福星宫拜拜 然后最可爱的是喔 在福尾时 因为那天也有很多粉丝共同 有两三个粉丝共同 福尾算是在云林县里的 云林云林 还比较开发的算是比较 比较处于现代的一个都会 对对对对 小君姐因为刚才在山蕾的蜡蜡 我们那些算起来是厨家啦 但是就是还是一个好地方 是 然后你们山蕾我也有走过 我一直走到福尾 我说太好笑了 有一个阿嬷 因为那个时候大概早上十点多 太阳在我们背后 是 然后我们走过一条鑽高 有一条小小的桥 然后就在那些刹那间喔 刚才枕头在放上 啊枕头枕头要放上 都会先放冠 尤其很要放苦海怒神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 因为我们有跟我们走的粉丝 有一个看起来是专业走的 他就是可能跟过大甲妈 跟过白鲨屯妈的 他全身都有那种 凉凉凉凉凉你知道吗 然后我们有一群人浩浩荡荡 然后太阳都在我们背后 然后那时候村庄又刚好放起音乐 我们走过那条桥的时候 一个阿嬷看到我们都跪下了 你知道吗 那以为你们是什么大甲妈 你们都说我贏神啦 我看来看一个阿嬷在说 你不是在贏神喔 我没有啦阿嬷我在散步而已 我当作在贏神而已 跪下啦 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阿嬷半个小时之后又出现了 因为我们走禅煌路 然后突然阿嬷又出现 那个直播都有你们可以去看 那阿嬷又出现了 那阿嬷又出现了 年轻的阿你们是要走在那裡 我没有啦阿嬷我要走在台北啦 蛤台甲喔 我不是啦阿嬷台北啦 台甲都没有 综艺的台北 阿你们盖子用走的 就没想到买票你呢 你不能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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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很可爱很可爱阿嬷 因为很多粉丝在寻找那个虎尾阿嬷 然后就这样开始走 他没有你 他说我们一个人一百块 你一百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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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坐车 然后一直走走走走走走到了 其实我们走到 我们刚才讲西螺那一天 就是过山雷 然后到皮头那一天 然后其实那天我们出发的时候 我们就有跟粉丝讲 就是我们从那天开始 我们到ENDING点之后 我们会坐车回饭店 因为你知道中部有一段 他其实很难找到饭店 不然就汽车旅馆 而且是那种 OK 不好意思 就是比较劣直的汽车旅馆 因为我们每天这样走 需要很好的休息 而且大家跟着我走 我老公家住了一枚 九百块的汽车旅馆 我讲一句最粗鲁的 虽然我们姐的频道是非常high class的 我们说话讲 那种困难的 那种想事有睡 你知道吗 不然很难听 但是就是我们知道他 你去那种戏车旅馆要干嘛 对 所以我们就那天有跟粉丝讲 就我们会从这个ENDING点 回饭店 然后隔天再从那边接 其实我觉得跟这个也有关系 所以我们后来越走就越舒服 再加上你身体适应 而且体重的确往下降 哦 然后一直走到第 应该是第15天 我们那时候在中立 那天很深 好不好 我们先讲走到第12月30号那一天 那一天 从河美 走到 台中了吗 杀路 哦 大家就能够了 你的对头完结主 但是我的好朋友 大家就能够了 宽恒 宽恒有来接驾 因为我要走之前 我有打给 我有打给两个朋友 一个是我的好partner林宇 林宇说好老师你来 我一定出来接你 另外一个我就打给 我会跟你说 我要从高雄出海 要怕三条角 我会借我经过台中 你知道后来我说 你现在酒水是不是 等你酒水才跟我说 我现在很精彩 好你也怪我 我用大咖喀的 整家接台 然后我们到 走到沙路火车 这样ending点 哇棒跑什么回 董董菜 开楼枯 烧角 很有趣 是 然后隔天 12月31号 跨年那一天 那一天最感动 哇跨年欸 因为那一天 我们本来大概会走到 大甲溪桥 那一天路过正南宫 我们就去拜拜 结果在拜拜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有两个小孩 看起来好眼熟 很眼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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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婆带两个女孩走 真的 真的想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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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小冠跟武哲也知道 师母出现 那今天大概这边就解释了 他们还认得你 你那个时候应该 变烤鸭 烤鸭的颜色 然后 就 反正那天就到那边 就Ending 就少走了8公里 对就是 就没有到大甲溪桥 然后隔天1月1号 我就 拜托大家 我们今天休息好了 小朋友跟老婆都来了 是啊 然后1月2号那天 再 再从大甲城南宫出发 这是我们在走的第一个神机 对 就我们不是迷信 神兮 对 我觉得有时候东西就是 新陈则灵 就你知道 妈祖出巡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器 一块木牌 上面写的四个字叫 风与免朝 就是 妈祖在出巡的时候 风神与神不用来朝拜 是 无风无雨 是 然后那天我们要出发的时候 其实外面下着大雨 就我们搭着车到 就我们有补给车嘛 到大甲镇南宫的时候 外面是下着大雨 我们当然就进去 正南工作室先进去拜个拜 我就跟妈祖婆讲 田雄县的妈祖宝 在出巡的时候 我们一人 从高雄出发来到这 走250公里 我们买三条角 到了200多公里 这个火星我没法走 因为机器不能淋雨 对 拜托妈祖宝比一路风丁雾水 真的不概念 我三张床对大楼刺下去 那个雨是肉眼可见的变小 然后走出来大概五分钟雨停了 但是我还要再讲一件事情 大甲妈的管区大概就是到 台中跟苗栗的交界 因为我们走到苗栗之后 有没有 因为我们全程直播嘛 粉丝都会问嘛 老师有没有 大甲妈已经去过了 要不要去拱天公白沙屯这样子 那我在这边跟大家讲 因为走路会破坏你的距离感 走路会破坏你的距离感 什么意思 我们一般认知 三公里又不能站得到 走路三公里 你走进去三公里 走出来三公里就是六公里 那就是一个半小时的事情 然后我们那天的ending 也是在白沙屯火车站 然后粉丝在问嘛 有没有去拱天公这样子 然后我们在开直播嘛 说应该是没过了啦 下雨了 我讲这个厉害喔 雨势不大但雨滴很大 就是看就很明显让你知道下雨 是 雨势不大雨滴很大 然后因为五折在前面 等着要补给我们 就是五折他每三公里 会出现一次就补给 然后你没有要休息 你就大概水拿着 然后继续往前走这样子 在一个公车亭 然后我就问五折 因为五折负责探路 就以前打游戏那个叫赤喉 那负责探路 我说五折 我们今天ending点在哪里 白沙屯火车站 那边离拱天公会不会很远 有点距离喔 需要绕路吗 他说也不算绕路啦 半顺路这样子 我说好 然后我就跟粉丝宣布 我们今天ending点 就在白沙屯拱天公这样 雨停了 临时更改 雨停了 他就真的停了 OK 然后1月 那天是1月2号 然后1月3号 当然又从白沙屯拱天公出发 那赵光丁我们要跟妈祖讲 不比我们一桌烘雕露寸 那个也很神奇 那一天的云超级好 妈祖为大贾正南公 一直到白沙屯 一路应该要 对不对 一路要天秦 管辖区 管辖区 还分这么清楚 有个人有个人的地盘 对 据当地也是有趣 然后我们那天跟白沙屯妈讲 那天云超厚 风超大 那个云的厚度 大概就是我们以前 学地球科学的鸡羽 那个大概一滴雨下来 就是啪不停的那一种 我们就这样走 七点半出发 一直走到大概三点三点半 一滴雨都没有下来 然后到回饭店啪雨下来 真的有啪不啪 然后再来就是印象比较深刻 就走到中立那一段 那一段就真的很生气 因为你的那个情绪 体能什么都是 都是最好的状态你知道吗 下大雨 那边是客家状态 义民庙 然后大概走了六公里 没办法走 而且那个雨 就只有在那边下 你看卫星云图旁边就没下 但是就走不出去 我那天回到饭店超怒的 就满腔热血无处发泄 你知道吗 怒什么 就是 就没办法走啊 去休息啊 不一样 就是那个时候 就是状态最好的时候 你知道吗 这就像一个打者状况最好的 忽然突然迅速 休息 好OK 然后隔天又从 中立那边接 那一天我们从中立 一直杀到龜山 然后走进了 三重 就那天直接杀到三重 然后中间淋雨在那个 那个府大前面等我 他刚好坐完月子 在府大那边等我 第18天 我们就从三重 横穿整个台北市 我们走到三重的时候 那个谁有出现 昆臣 昆臣有来 我在这边要批评他 为什么 他就真的陪我们走到台北 北新北的交界 老师我先走 那一天 反正就是从三重走到 澄川整个台北市 那一条是忠孝东路吗 澄川整个台北市 然后总进汐止 然后在基隆的百福车站 那是第18天 然后呢在 火车站前面那条路叫什么路 就是星光山院那一条 忠孝西路 忠孝西路 然后跟 那是监察院还是台北宾馆那边 那个交叉路口 就是有一排台北异象 一个老建筑公寓 那个跟那边 是 你知道我走到那边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 省道台医线的指标 它上面写的什么你知道吗 省道台医线0K 你知道0K是什么意思吗 什么意思 我们出发的时候是365K 还是366K 我们就接到省道的时候 那边有看到300 省道台医线0K 0K 对对 什么叫0K 起点不是 OK啦 OK啦 过了 过了 就是那一天你就知道 OK我成功了 我成功了 再来就是时间的问题了 然后第19天我们从 从百福车站 基隆的 应该是七堵 百福车站出发 那天表定要走到阴阳海 走到阴阳海 因为走到阴阳海之后 后面剩34还是35公里 我们在那边走的时候 基隆北海岸也有粉丝的 你知道吗 然后还有一个敲楼打鼓在那边等我 你姐加油人 然后那天走到阴阳海的时候 我们的粉丝还有我们团队 因为剪辑 因为大家知道快 快达正了嘛 都在那个 包括小关的哥哥 他两个哥哥都是 护国神山的一份子 不是台积电 艾斯摩 艾斯摩 艾斯摩的东西 对 然后他们就在那边等我 那正常来讲 小关大概会走在我旁边 或者在我后面一点点 那一天也不知道为什么 小关走在我前面大概10公尺 第19天 然后 而且那一天都没有下雨 然后我们会看云土嘛 我跟讲那个云土超神奇的 周遭都在下雨 就是我们头顶那一圈没下雨 然后小关大概 距离我前面10公尺 他哥哥都在那边等喔 小关就转头回来看我 然后我就看他他看我 然后我就点点头 小关就继续走 我过站不停 然后我就看那个指标 前面2.3公里有个 有个服务区这样子 休息区 我说那没关系 我们就那个点做Ending 到那个点做小关又转过来看 然后我就点点头比个OK 冲 那天我们多走了9公里 本来Ending点是在水南洞 后来变成龙洞湾 其实你知道那9公里 多重要你知道吗 表示我们明天 一切都在射程范围内 也就是明天我们就可以 打包收工完成 那你知道 这跟电影剧情一样 你拍过电影你知道 冲刺 不是冲刺 这个编剧 不会让你有这么好果子吃 第19天的那天晚上 一个很high的晚上 因为大家都知道 明天任务就完成了 而且那天刚好是五折生日 这是我吃过最贵的哈根大师的冰淇淋蛋糕 那个蛋糕五千多块 不玩吗 没有 不是因为那个蛋糕贵 因为冰淇淋蛋糕 我只喜欢吃那个 所以我们是叫另外一个 因为大家都要来会合嘛 据说基隆没有哈根大师的那个专卖店 我们跟摄影讲 我说你坐到台北车站 对 你去买一个哈根大师的冰淇淋 然后坐计程车过来 够多贵 你怕它融化啊 怕它融化啊 怕它融化啊 那天晚上超high的 那也是我们整个行程里面 应该算第一次真的喝酒 然后 但是大家都知道要有节制 因为明天要攻顶 大概10点多大家就散了 我那天大概凌晨3点多就起床了 这么早 不知道为什么就起来 然后看到哇 敢下雨 怎么办 明天 就今天算今天嘛 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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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睡吧 5点多起床 那时候大概到5点多就起床 因为我们要组 第一我出门前一定要洗澡 这是习惯 第二我们大概着装要半个小时 因为你要五指袜 再套两指袜 然后要先贴很多贴布 要贴很多贴布 因为这个一定会有节奏 你都没有讲你的过程 这种大纵走 有什么特殊装备 第一个装备不要太 一定要轻便嘛 对不对 对 轻便还好是因为我们有补给车 我们有补给车 小关他老婆开补给车 就是 第一你一定要一双好鞋子 我也推荐这双鞋子 叫做拇指二鱼的拖鞋 因为我们在走的时候 左右两边最后转到 可是它是一个夹脚拖 而且是专门为 跑马拉松设计的夹脚拖 弹性非常好 非常的轻便 也是我们的sponsor 然后 配合他们的两指袜 ok 然后再来就是贴布 我们贴布没有买过 沿途粉丝到后来知道不能送饮料 他们就送贴布 我在讲有个粉丝很可爱 应该在桃园那边 因为我们都讲送饮料 我们不收 真的不收这样 那个粉丝多可爱 你知道 他预判我们要走的路线 嗯 他先骑机车到饮料店 把鞋子鞋头鞋 等下有三个大股的鞋子鞋 饮料给他们这样子 ok 然后 然后还要绑腿 然后呼吸 我大概第五天才带呼吸 因为膝盖真的受不了 然后反正着装晚 大概五点多起来 开始洗完澡着装 外面还在下雨 那雨室又比较小 然后反正大家吃完早餐 那天住 我记得是住长龙 吃完早餐 那怎么办 下雨 下雨 继续睡 没有 还是要出发 然后我们就开车到了龙洞湾 大概 走差不多十分钟 雨突然停了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你没有拜 你是拜拜 那时候没有 没拜 拜拜给一趴 这个够神喔 真的是 这是真的够神 然后 我们就走走走走 而且你什么时候 在冬天的基隆北海岸 看过出大太阳 我们那时候走过福隆坊间 哇 太阳多大你知道吗 然后最后 也在那边有一家全家 吃完午餐 他继续走 我们距离目标剩4.7公里 下大雨 而且雨是大到没办法走 因为机器一定会坏掉那一种 然后我们也是在一个民宅 铁仔咖 那种铁皮囊铁仔咖 他躲着多雨 大家心情都很差 就剩4.7公里而已 就是剧情一定要这样写嘛 最后的高潮 老天爷这么不帮忙 然后我们在那边抽烟 大概抽了半个小时 我就问五折 我说五折 冲锋一人 然后在车上 拿出来 大家开始着装 绑头巾的绑头巾 机器包起来 露出一个镜头这样子 通 我们走到第一个路口 大概一两百公尺都到第一个路口 4.7公里的冲喔 小冠说 我说我要放油 哈哈哈 好 谢谢 哈哈哈 是 我一定会再去那些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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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说 我说 哈哈哈 是 我说 我说 不, 这就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